您好,请问我们知道有一种抠球的方法可以楼口治理火车票倒卖的最先进的方法 就是要从源头上治理,让倒票的人没有人向他买票 拥挤不堪的火车站广场,民警接到报警电话,有人在公交站闹事 他钻到公交车下面,勒索司机500块,还要求送他去救助站,否则他就不出来 还说自己带了打火机,要把公交车点燃 他已经在公交车下面躺了三个多小时,严重影响了公交车队通行 民警好言相劝,发现没有用,只好向他喷辣椒水,强行把他拖拽了出来 民警直接把他压倒在地上,捆绑好之后送进了警察局 民警水序后才知道,他是个流浪汉,没有钱坐车去救助站 想要免费坐公交,结果司机不同意,两个人就打了起来 挨打之后的他,干脆直接钻到公交车下面 因为小伙严重妨碍了公共秩序,所以要被拘留一段时间 到了下午,这个戴着帽子的中年女人来到了警察局 他说,他被骗了5200块,想让警察给他10块钱买个短途票 隔壁穿着黑衣服的大哥听了不忍心,直接掏出了10块钱给他 后来,又听到女人说,一整天没吃饭了,又给了他10块钱 另外一个大哥也起身,掏出了50块给他,女人再三道谢之后,转身离开了 这两位大哥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手里面的钱都是政府给的路费 和拆管一中那位刚从监狱里出来的大哥一样 他们刚被监狱释放,还没有身份证,所以没办法住旅馆 面对这种事情,警察也无能为力,只能建议他们去救助站凑合一碗 那里有吃的,也有地方住 这位开上去长得很着急的小个子男人,今年其实才23岁 他一到警察局,就跪在地上痛哭流涕 看他穿着整齐,也不像流浪汉,大概是钱丢了 他嘴上一直说着,心疼钱 警察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自掏腰包,让他出去买东西吃 看到一个大男人轻易下跪,还哭哭啼啼 民警也不忍心,好心劝了几句,男子拿着钱转身离开了 民警自掏腰包是常有的事情 每天,都有很多人到警察局求救 但警察也不是神,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解决的 大多时候,都只能提供一些建议 警察一年到头,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一年忙下来,就想着过年的时候,可以和家人团聚 谁知道,上面又安排了他们连着三天值班 根本没时间休息 他们用自己的名牌在板上摆了一个字 以此来宣写心中的不满 他们一边抽烟,一边吐槽着警察这个行业的不公 但是,不满归不满,工作还是要继续 警察局又来了一位大叔,不过,他并不是来求助的 他说,他研究出了一种治理火车票盗漫问题的科学方法 还骄傲地秀出了自己的名牌,上面写着地球第一秀才 他是来警察局出售自己研究出来的全球领先的技术 他还说,他还研究出来了治理全国交通拥堵问题的办法 他给自己研究出来的技术开价20万 临走之前,他还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对着镜头说,如果国家有需要,就可以联系他 火车站的小摊贩是非常常见的 很多人都躲着警察,低声叫卖 但是,也难保人群中没有混进去几个便衣警察 这不,民警又抓获了几个摊贩 这个对着镜头,笑得很开心的女孩,是在广场上卖开心果的 他已经买了31号的票 说,自己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出来卖东西赚钱 他非常开朗,笑容也很甜美 周围的人听他说话,也都笑嘻嘻的 但当有人问他,到警察局的感觉怎么样的时候 他脸上还带着笑,但眼泪刷得一下,就流了下来 说了一句,钱很难赚 他这是第一次出来摆摊,没想到就被警察给抓了 女孩旁边的这个大叔叫雷子 他是在广场上拉车的 今天,他喝完酒,带老婆和孩子出来晃游 刚好看到民警在抓摊贩 一时冲动,趁着酒劲就冲了上去 结果自己也被抓了进来 旁边的同行说,雷子是个好人 就是喝酒了容易犯婚 喝大了就和别人打架 说着,他还卷起了袖子 他的手臂上布满了伤疤 这个大叔看上去一副醺醺的样子 他说,他除了喝酒,还喜欢赌钱 有一次,买六盒彩中了八千块 全部拿来请人吃饭 三天的时间,钱就没了 还挨了队打 同行的人都说,是喝酒害了他 这个老人在广场上,摆摊满凳子和水 一个凳子都没卖出去,就被抓了进来 他说,自己不偷不抢 只是卖东西赚钱,怎么还被抓了进来 后来,因为他心率失常 警察局暂时不拘留 很快,他就离开了 然而,这位中年大叔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他因为卖东西,已经被拘留过一次了 昨天刚放出来,今天又出来卖东西 结果又被警察抓了 他家里73岁的老母亲,带着两个孩子 自己和妻子都在外面打工 想着过年回去,要给孩子买衣服 于是,又出来卖东西了 他本来已经买好了车票 准备回家过年 现在看来,这个年要在拘留所里面过了 虽然有很多这样的可怜人 但是,民警也没有办法 毕竟,法大于情 民警处理了太多这样的事情 对于这样的摊贩,已经没有同情心了 民警每天都会抓很多摊贩 有的摊贩还拖家带口 被抓进来的摊贩,会想尽各种办法出去 有的甚至把熟税的孩子咬醒 想利用警察的同情心,尽快放他们出去 出去之后,再偷偷的叫卖 然后,再被警察抓进来 就这样反反复复 但是,国家有法律规定 公共场合不能乱板摊 影响公共秩序不说 还会有很多不法分子 混春机钻空子,进行诈骗等等 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 警察的精力时间都有限 公务也十分杂乱 完全顾不了这么多人 只能用拘留的方式小做惩戒 在春运期间 这位卖烧饼的大爷 来来回回被抓进警察局好几次了 这个大爷已经习惯了 看上去居然还有点高兴 说,反正不能卖东西了 在哪儿都一样 一起被抓进来的好几个摊贩 好像都还没吃饭 干脆直接买了这个大爷的饼 像他这样的摊贩 一般被拐几个小时就可以走了 有人问他 明明知道要被抓 为什么还要卖呢 他无奈地说 大人小孩都需要吃饭呀 大爷说 两个饼赚一块钱 一天要卖两百个饼 才能赚一百块钱 还没处理完这些进进出出的商贩 警局又来了个闹事的混混 他流着血坐在地上 指着一个保安骂骂咧咧 他和保安发生了矛盾 结果自己的眼睛被打出了血 他非要拨打120 还要找保安索赔六百块 混混完全不听民警的劝说 干脆在警局的长椅上躺了下来 后来民警给他买了一瓶水 好说歹说 把他送了出去 没因为这件事情到这儿就结束了 没想到 这个混混晚上又来到了警局 他把医院的检查报告拍在了桌子上 说自己不要赔偿 就想让保安叫他一声歌 他就可以走了 他还想找白天准备拖他出警局的女民警要个说法 还扬言要叫自己的部队出来一叫高下 最后还挑衅的让警察拘留他 面对这样无力取闹的混混 警察也非常无奈 后来因为还有公务要执行 干脆就不管他了 这位面对镜头控诉的中年女人 因为贩卖矿泉水被抓进了警察局 他说 外面有个长期在火车站又偷又骗的人 骗了别人一百多万 他不明白 警察为什么不去抓那个人 反而抓了自己 最后 被押到警车上的时候 他还在哭着喊着挣扎 然而 法不容情 他还是要被拘留 镜头的最后 停留在了拥挤的广州火车站 周浩记录的广州火车站 2011年前夕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2010年春运 周浩在广州火车站拍了拆馆1后 在2011年 春运期间 在同一个派出所里 拍下了拆馆2 那些曾经被抓进警察局的摊贩 还在偷偷叫卖着 你并不知道这些穿着寻常的人 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周浩的镜头真实地记录了 普通人对苦难的控诉 每一个走进拆馆的人 都有着数不尽的辛酸故事 明星说 有很多问题他们解决不了 这背后还有很多制度 政策问题的存在 并不是可以通过 民警个人的努力去解决的 在纪录片中 我们看到很多人努力的活着 用各种方式 展示着生命的顽强 任性 我们不需要悲铁敏人 只要好好活着就行 这里是普通人实录 记录普通人不普通的故事 感谢你的关注